在今天来讲个发生在美国 伊玉诺伊州芝加哥的事 那地儿有个叫托雷莎马丁的人 正哥家里歇着呢 铃声四点左右 他手机突然响了 屏幕一亮 显示是他女儿凯娜的名字 这凯娜呢 十九岁 头天晚上出去嗨皮 清楚自己刚找着个新工作 就在芝加哥奥黑尔皇冠假日酒店搞派对 托雷莎心里搂登一下 觉得不太对劲 接起电话 那都不是女儿的声音 凡是凯娜一个朋友紧张兮兮的调调 朋友问凯娜回家没 特雷莎这心啊 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要是凯娜没跟朋友在一起 又没回家 那她能去哪呢 急得不行的特雷莎赶紧奔酒店去找女儿 这凯娜詹金斯到底怎么回事呢 真相那叫一个吓人 话说2017年9月8号 凯娜得知自己在一家养老院找到工作 那叫一个兴奋 赶紧告诉朋友 朋友一窜舵 说着的庆祝庆祝啊 当晚凯娜就借了老妈的车 晚上11点半左右出门 去参加朋友在罗斯蒙特附近的 芝加哥奥黑尔皇冠假日酒店搞的私人派对 离她家大概50分钟车程 派对在126房间 凯娜和朋友凌晨1点13分到等 那气氛老热闹了 音乐真天响 还有酒 一屋子年轻人 凯娜跟同志打招呼 朋友都恭喜她找到新工作 可有个朋友觉得有点不对劲 凯娜平时不喝酒的 这会儿却摇摇晃晃 举止怪异 她抱酒朋友的时候 虽然这奇怪的举动挺显眼 但好多人都喝高了 也没太当回事 这一晚上没啥大事 凯娜还跟朋友跳舞呢 毒瓶大麻啥的一概不碰 可朋友还是觉得她不对劲 平时她跳舞可带劲呢 今晚动作慢吞吞 没啥热情 后来她干脆坐下了 满脸忧伤 时间过得挺快 朋友们觉得该撤了 两点半左右离开房间 可这要走了 凯娜突然停下 一摸口袋 发现手机落房间了 朋友回去找 结果回来的时候凯娜没人 酒店走廊黑咕隆咚 惊得吓人 跟恐怖电影场景似的 找了个遍也没照照 就好像凯娜人间蒸发了一样 过了一个多小时 童友决定用自己手机 给特雷莎打电话 特雷莎一听慌了神 联系酒店 可酒店工作人员不当回事 觉得凯娜就是个派逆小青年 迟早会出现 特雷莎急得不醒 五点半左右到了酒店 结果第一道砍就来了 酒店说 没正式报警不给看监控 七点十四分 特雷莎给罗斯蒙特公共 安全部门打电话 人家让他再等几个小时 再报失踪 特雷莎那个气啊 这事儿 咋能这么轻描淡写了 几个小时过去了 还是没坎娜的眼儿 一直到周六中午十二点四十六分 家里人才正式报警 这时候酒店才通知员工 凯娜失踪了 晚上十点四十分左右 特雷莎又回到酒店 六点就开始挨个尔敲门问客人见没见凯娜 这一闹 酒店员工叫了911 说他们捣乱了 特雷莎那个火大 这咋光想着让客人安静 不赶紧找女儿呢 又过了四个小时 警察才同意看酒店监控 这一看 凯娜根本就没离开酒店 这下问题来了 要是凯娜没悄悄流走 那肯定在酒店里某个地方 查了公共区域的监控 终于看到个吓人的画面 凌晨三点二十分 凯娜在前台附近摇摇晃晃的走 五分钟后 她走进地下室 又朝着厨房走 然后就没影了 有了这线索 警察开始在酒店里找 可啥也没找着 一直到9月10号中午是2点25分 酒店员工有个吓人的发现 凯娜在一个冷冻库里 门从外面锁着 她脸朝下躺着 少了一只鞋 除了脚上有个小伤口 也没啥明显啥 家里人都崩溃了 想了无数种可能 也没想到会是这么个惨状 这冷冻库温落 就比冰点高那么一点 在个没用过的厨房里 也不明白为啥这冷冻库还开着 监控里也没见 有人跟凯娜一起进冷冻库 家里人打死也不信 他会自己跑进去 这事可就成了个大谜团 把大家都给绕晕了 警察开始深挖凯娜 生前最后那几个小时 专门盯着他参加的那个派对查 据警察报告说 订酒店房间搞派对用的信用卡是假的 还跟芝加哥 骂嘎拉一个犯罪团伙有牵领 虽然有传言说这里面有黑幕 涉及到危险人物 可警察非说没证据支持这些说法 派对结束后到底发生了啥 谁也不清楚 有证人说凯娜跟不认识的人走了 还有人说他回酒店房间拿手机去了 凯娜惨死一个月后 夜市报告出来了 说他是意外死亡 因为在酒店那个大冷冻库里冻着 再加上喝了酒 还吃了个叫脱鼻脂的药 这药一般是治癫痫或者偏头痛的 可凯娜从来没开过这样 他身体里这几种玩意一搅和 就更容易地低温症了 虽然他脑袋有点主 但他死因没关系 警察发了个声明 说虽然没奇怪的迹象 但调查还继续 可凯娜的家人可不干 认定那晚肯定有更邪乎的事 他们觉得有人害了凯娜 对警察那挨打不理的调查态度老不满了 芝加哥这地儿都被凯娜的死给正 酒店外面有人抗议 觉得酒店工作人员没把凯娜失踪当回事 说不定还想掩盖啥真相呢 网上各种关于这案子的说法跟野火似的蔓延 大家都琢磨 凯娜在酒店走廊里都走不利索了 咋可能有力气打开那老陈的冷冻窟门呢 法医分析的细节更是让人瞎琢磨 凯娜身上有好多欲伤 要是像官方说的他自己进的冷冻窟 那咋一身伤呢 好多人觉得凯娜肯定挣扎过 想逃出那冰冷的命运 还有个视频也挺神秘 凯娜晚上早时时候发了个视频 笑得可开心了 跟朋友玩得正嗨 后来又在派对上发了个脸书直播视频 还开玩笑说救命 一开始挺好玩的 现在可成了吓人的事 王上又有新说法了 朋友走后 监控拍到凯娜跟一群不认识的人在一块 他跟朋友说去开车 可监控也塌在酒店里了 会啥撒谎吗 这神秘互动之后 凯娜就消失了好几个小时 在出现的时候 是凌晨3点27分 晕头转向的 走都走不稳 对靠着墙和家具 大家就开始瞎猜了 他是不是喝了啥别的玩意儿 他碰着家人都知道他酒量不行 很少喝酒 难道是被人逼着喝了 还是被人偷偷下了药 又有个说法冒出来了 说派对上有个男的迷上凯娜了 可他不搭理人家 这说法因为凯娜一个朋友 在拍队上路的视频 更有可信度了 有些观众说 仔细看能看到凯娜在背景里 被一群男的在床边上欺负 按照这个说法 欺负完就把他弄死了 放冷冻库里 眼带罪行 虽然没缺遭政治支持这些说法 可凯娜这神秘又让人心碎的死 留下一堆问号 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大讨论 各种说法都有 还有人指责凯娜的朋友围了钱 对叛了他 导致了这一系列倒霉事 甚至有人说酒店也有份 可能参与掩盖真相 面对这些指责 凯娜的朋友赶紧把脸书业面关了 受不了网上内裤起压力 有个流行的说法是 凯娜被一个朋友骗去派对 那朋友收了钱 把他带去让人占便宜 还有人说 酒店经理后来把凯娜绑架了 为了在黑石上卖器官 把他弄死了 这说法因为凯娜在冷冻库里被发现 但是就觉得那冷冻库是用来保存器官的 而且冷冻库附近的监控 据说坏了 更让人怀疑 离酒店20分钟的地方 有个器官捐赠中心 差不多这时候 酒店正因为一个23岁男子的事 被起诉呢 那男的尸体捐出去做医学研究 结果被只处理不当 为了赚钱 虽然这些说法都没被官方当回事 可好多人还是觉得 有权有势的家伙在掩盖真相 凯娜他妈特雷生马丁 为失去女儿悲痛不已 坚信有人得为女儿的死负责 他家人和朋友 也猛批警察一开始的反应 还把酒店 保安公司和一家餐馆都给告了 要5000多万美元赔偿 就诉讼里说 酒店和保安人员没赶紧看监控 结果凯娜失踪21个小时后才被发现 家里人觉得 要是酒店好好看着监控 凯娜说不定就不会死 家里的律师拿出冷毒库门的照片 说凯娜进去后 肯定是有人不小心从外面把他关上了 把他给困住了 可这说法跟罗斯蒙特警察公布的 清控时间线对不上啊 监控显示凯娜进厨房区域后 就没人再进去过 直到他尸体被发现 那这冷毒库门到底是谁关的呢 酒店发了个声明 说凯娜詹金斯的死是个悲剧 但这诉讼没道理 他们肯定的狠狠反击 家里律师反驳说 酒店有办法把厨房区域看好啊 那第二门都是能锁的 要是非法排队早点被知识 监控好好看 凯娜的死说不定就能避免 最后呢 2023年12月 也就是事出了6年之后 这官司因为疏忽赔了1000万美元 这里面350万给律师费 6000多块花在葬礼上 凯娜他妈特雷莎拿了370万美元 其他家里人分别拿了120万和150万美元 可到现在 凯娜詹金斯的死还是不清不楚的 证人也好 酒店监控也好 都没给出足够信息说明 他咋就进了那个冷冻库 到底是意外拼命逃跑还是有更邪乎的事呢 凯娜那晚跟他在一起的不认识的人是谁 他们是故意灌他酒有啥目的 还是他自己喝的 他死的那个冷冻库去 咋就没监控嘛 他喝得晕乎乎的 能自己打开那老陈的冷冻库门吗 还是他把那门当成别的啥东西了 比如电梯 对好多人来说 器官贩卖的说法还是挺靠谱的 尤其是考虑到器官买卖这事越来越严重 在警察人确定到底咋回事之前 咱也只能瞎猜了 那么你对于本视频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看法 别忘了订阅鼠哥的频道 点赞并分享本视频 好了 今天的案子就到这 记得照顾好自己 远离那些可能让你陷入麻烦的人和事 爱你们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